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肉向来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爱吃这口的食客们早已将它的各种吃法挖了个遍 在博大精深的美食海洋中 有这样一个人偏偏要特立独行 夸下海口 基本在荷兰省在全国没有 就我们一家有 蒋湛蕾是这家店的老板 店里引以为豪的招牌菜品就是他研制出来的 没有见过这种带皮的牛肉 它就是君祥五香带皮牛肉 卤牛肉我们经常见到 但是带皮牛肉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种不一样的牛肉做法自然也和别的地方不同 带着牛皮的肉分割成大块 尖刀顺着纹理刺进肌肉 就是肉缝 从肉缝分开 里面好 颜值 因为牛皮更不容易入味 所以在牛皮上要用小刀给它炸很多的小口 更便宜滑胶啊 达料的香味的侵入 保重这个每块牛肉 里外都吃着口感是一样的 收拾好的牛肉遇到盐和香料 每种滋味都被蒋大哥的一双手 揉进了细致的纤维里 经历了千刀万剐 又承受住了百般揉搓 接下来还有疾风咒语的洗礼 闯过了几道难关 这些牛肉才迎来了自我沉淀的时刻 一缸牛肉大概就是盐七天左右 一天刀三次缸 这牛肉块啊 从我手里挤牙啊 从那缸里捞出来了之后 由于空去接住 来回这个牛肉之间的相互挤牙 让牛肉更容易入味 一百多年前 先被传下来的老汤 如今仍然在蒋大哥的手中发挥着余热 大块的肉整块一起下锅 要保证肉的外部不老不柴 内里又入味均匀 入锅的姿势也很重要 十几种香料的精心配比直接撒在锅里 与汤头轻易结合 手上看似随意的一抓一放 就能调配出百余年不变的经典味道 取料作饮 加汤烹味 这锅卤汤循环往复了百年的光景 再加上煮备一袋一袋手把手调教和传承出来的手感和经验 这或许就是带皮牛肉的秘方 下进去要皱 迅速地缩定牛肉块 给我们这个水分 然后用慢火慢慢给它猪树 猪的过程中要用猪肉的这个茶子不断交动牛肉 于是要感受牛肉的撑速度 第一的是锅面的牛肉扳到锅下面 经过了众多繁复的工序 肉肉们迎来了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与百年老唐亲密接触九个小时的待遇 可不是每头牛都享受得到的 猪的快速到时候 用竹铁炸到牛肉里面 然后通过收干 就知道这块牛肉适合成熟 这种感觉没法用业余比较大 你自己去慢慢去感受这种感觉 竹铁细细简约过的牛肉 获得了蒋大哥的首肯 该到出锅的时候了 出锅两两之后呢 牛皮都不再是念的了 就是Q跟碳的感觉 再切成纸一样的薄片 这道肉质紧韧又有嚼劲的招牌材 终于完成的最后一道工序 借助带皮牛肉的热销 蒋战磊又在店里推出了全牛艳 在牛身上围绕了牛佐温长 冲突倒微 腌制了大概有100多道菜 用鸡蛋和淀粉嫩腌 加上佐料烤得滋滋作响的牛肉串 飞水后和玉米一起小火慢炖 注重养生的杂粮牛尾汤 牛柳滑炒 垫在煮好的意面上的铁板黑椒牛柳 滋味醇厚的牛大骨 清新爽口的牛蹄丼 香润软糯的牛肉丸子 饱腹解馋的牛肉面 来到这里的时刻 从来不用担心今天吃什么 所有的菜皮和牛身上都可以招的 这吃到怪鸡蛋白 我今天吃了两碗酸奶油 非常非常不错 那妈妈 现在在咱饭店里头 一天能卖出去前半斤牛肉 生意越做越大 需求越来越多 蒋湛磊拉上弟弟养起了牛 他偏向于菜皮的研发 我偏向于种植给羊植这一块 如今 兄弟俩建成了一个 从种 养 屠宰 加工 直到餐饮的闭环发展模式 农场越来越忙 对以后的规划 兄弟俩有着自己的打算 我们弟兄两个都没有知识 没想过去 我们一直地靠我们发生 相信我们发生改变的人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农民 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家乡 回到我们的故乡 把我们这一方的经济带路起来 带动农民共同去研究 作为农民 我相信农民共同是通过双周 能把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的 哇 香奔奔的牛肉上桌了 嗯 好吃 嗯 你说咱们餐桌上 这牛肉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是 对吧 有牛肉 酱牛肉 嗯 炖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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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户户都会做 是 咱们吃的这道牛肉 我觉得这个香转入味 特别有嚼劲 但吃完之后感觉自己 牛气冲天 有没有 哎 不过杨姐 你刚刚让我们短片里面看的 明明是带皮牛肉啊 怎么变成五香牛肉啊 谁让人家那个带皮牛肉 它是独一份呢 咱们必须得亲自跑到那儿 才能吃得着 所以下次吧 好不好 好 终 下次 这样 我给你出去道题 如果你答对的话 你这带皮牛肉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 姐 有句话怎么说 叫热爱美食不可怕 就怕热爱美食的这个人 他有容大 说就是我 真的假的 来 出齐了 请问 好 河南哪儿的河套最好 不知道了吧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哪里的核桃汁最好喝 我知道 答案就是六个核桃 这我们都知道 那你这有点吃着牛肉吹牛了 接下来咱们俩就一起 喝着这个六个核桃 然后让短片给你上一个 好 干杯 地处河南省西部边陲的三门峡 卢氏县 是全国文明的核桃产地 每年白鹿前后 漫山的核桃开始陆续成熟 在这个世界 新鲜采摘的核桃 会成为卢氏人餐桌上 独具特色的食材 被翘首的厨师们 制作成花式百出的核桃燕 这个卢氏里的核桃 大多数都是那种老树核桃 如果你怎么做 做什么菜放进去 它这个香味十足 来这吃这个核桃燕 真是大饱口福呀 你看这核桃做的形形的色色 这个蜜枣 核桃 这个炸的 还有这个海骨汤 它那个核桃的这个香味 这种口感确实不一样 比较人家费的也无穷的 核桃呀 我们平时会经常吃到 但是由我的家乡 卢氏的核桃 做成了核桃燕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 下面我带大家来看一看吧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卢氏核桃 增长的地方 和许多热爱家乡的 年轻人一样 屈露露 喜欢通过这种 短视频的形式 来宣传家乡的特产 在自媒体平台上 积累了不少人气 成了卢氏核桃的 优秀代言人 作为国家林业局命名的 中国核桃之乡 卢氏县的核桃栽培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一百多万亩 这里平均海拔高达一千两百多米 素有中原小西藏之称 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培育出了各大皮薄 色白味香 营养丰富的优质品种 卢氏核桃 在常温下 青皮核桃的保鲜期 只有一周 需要及时脱皮晾晒 才能储存和售卖 朋友们 现在呢 我带大家来看一看 咱们刚摘回来的新鲜核桃 怎么吃呢 首先咱们找到核桃的尾部 顺着核桃这个缝合线 然后在尾部轻轻地 把这个小刀擦到里面 轻轻地一掰核桃就开了 然后顺着这个核桃这个硬壳 逆时针慢慢地转动 这个核桃仁就取出来了 这位正在向大家展示 如何吃鲜核桃的不是别人 正是当地赫赫有名的 电商大王张如丰 我是97年乱洋内小北 北以后被飞到我们 闲了核桃进展公司 2003年公司当时是跑山 跑山以后 夏冈就跟我们飞了 一亩半的地 咱们的字幕出楼 从2009年 国家鼓励发展成立合作室 后来咱们就 组织三名夏冈工人 112户这个农民 发起成立一个 相声线核桃专业合作室 当初我1.5亩 现在已经发展到2000亩核桃 科技师盘院 由于互联网电商的冲击 张如丰蓬勃发展的事业 遇到了销售瓶颈 之前一直采取的是传统销售 到2002年底 2013年初的时候 当时发现客户越来越熟 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就是经过 这个市场调查和了解 才发现一大多型客户 他现在都从网上采购 面对困境 张如丰紧跟时代步伐 利用网络对卢氏核桃进行推广 所以说从那以后 咱们下定决心 首先咱们从专业认识 给他们合作上建了一个网站 最近这两年 都是通过淘宝 京东 这些电商平台来 把这个核桃产品销售出去 作为干果界的四大流量之一 核桃以其建脑一致的绝佳功效 向来在市场上受到广泛欢迎 但是鲜核桃的滋味 却鲜有人知 相较于干核桃 鲜核桃生食口感爽脆 香味更浓 在采摘季 当地人经常用来乳菜 炒 拌 炖 炸 皆可 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炒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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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卢氏小炒因采用当地特产的多种山菌混合炒制而得名 鲜核桃仁的加入使这道小炒更添风味 建脑核桃排骨汤有助增强记忆力又可滋补强身 营养与滋味坚固是不可多得的一道药膳佳品 我比较喜欢吃甜食 这个核桃吃着好吃 因为核桃可香 点点芝麻吃着又香又甜 特别是这个露汁的核桃 特别好吃 是远州热味的核桃 经过露汁了以后味道很好 不管是这个家人聚会 朋友聚会 都可以来选择这个核桃烟 真的是让你来一次 以后都要再来 近几年 在短视频浪潮的推动下 内容电商已经成为当前短视频行业的一大趋势 但张卢峰相信 有了更多像屈鹿鹿这样的年轻人回乡助力 卢氏核桃产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小小的核桃给卢氏这个玉溪山城 带来了新的发展希望 哇 核桃宴 五花八门这么多做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 你看其实所有的美食都是不同的食材 配合在一起幻化而成 非常的奇妙 而我们在享用美食的时候非常的快乐 但其实等待美食的过程 也同样是非常美好的 而且听你的意思 接下来是一道硬菜 那是必须 接下来我们要品强的这道美食 就藏在下面的这个篇子里 中国人使用鲤鱼有着悠久的历史 诗经中就有 齐齐食鱼 碧河之鲤的说法 黄河小浪地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与几元市交界 因为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 河床宽而浅 寒沙量少 这里的野生鲤鱼 金铃赤身 体型缩长 肉质紧密香嫩 爽滑间还带着一点弹性 有嚼劲 且无泥腥味 2017年 几元市被授予 中国黄河鲤鱼美食之乡 几元大厨 在烹饪黄河鲤鱼上 更有独到之处 取野生黄河鲤鱼 去其三分之一 正反两面 积上瓦棱形花刀 蛋清 料酒 淀粉上浆 热油下锅 炸至两面金黄 锅中留底油 加入调料和高汤 大火烧开 小火收汁 色泽红润 软香可口 这个鱼非常的鲜 也非常的嫩 而且口感比较好 我们几元市黄河鲤鱼之乡 所以我们这儿的鱼最好吃 老妹妹 食客们连连称赞的这道 红烧野生黄河大鲤鱼 出自几元当地有名的大厨 尹东之手 中原地区自古就有 无礼不成习的说法 以鲤鱼为原料 烹饪的各式名菜 更是驰名中外 如红烧鲤鱼 和开封的鲤鱼背面等等 而尹东 并不想简单地去烹饪鲤鱼 他想烹饪出一桌能代表 几元特色的 黄河鱼宴 打定主意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 尹东终于敲定了菜品 只有最地道的食材 才能烹饪出最独特的味道 一桌能代表几元特色的鱼宴 野生黄河鲤鱼 自然是重中之重 七月的小浪迪水库 正处于调水调沙阶段 气势磅礴的河水一泄千里 夹杂着大量的泥沙 这给野生黄河鲤鱼的打捞 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漆黑的夜空 城市还未苏醒 尹东已经驱车 赶往小浪迪水库 现在小浪迪现在在浇水排沙 所以说今天咱们到小浪迪鲠鱼 也是有点困难 天蒙蒙亮 小浪迪库区湖面上 渔船来回穿梭着 渔民们正在紧张的收网当中 渔民轻轻收上水中的渔网 结果令人失望 尹东只好继续在湖面上 寻找其他渔民 出师不利 就在尹东要放弃的时候 码头传来了好消息 一位渔民捕捞到了野生黄河鲤鱼 渔船内各种肥美的野生鱼在不停地跳跃着 这都是我们几元小浪迪水库的黄河鲤鱼 你看多么漂亮 有了主食材 一桌美食马上便可呈现 土磨是几元王屋山区的特色传统小吃 土磨鱼丁选用肥美的野生黄河鲤鱼 片片切条改丁上浆热锅油炸 炸好的鱼丁备用 土磨也顺便下锅炸一遍 锅中留有底油 葱姜蒜花椒辣椒煸炒出香味 把这个炸好的鱼放到里面 加入调料鲜香麻辣味道诱人 这个布番鱼块 其实在几元这个布番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每天早上都要吃 因为布番是我们几元的 一个独特的一道特色小吃 所以说就研发了这道菜 布番鱼块 将鲤鱼改块 上浆油炸炸干 锅中留底油 放入葱姜大蒜炒香 放入炸好的鱼块 大火烧开小火收汁 将鱼块盛出 放入布番中 色泽亮丽 回味其中 碾传 是玉北地区农家人 尝心的一种食物 在小麦姜熟未熟时 去壳制作而成 是几元的一种特色小吃 碾传炒鱼丁 选用本地特色美食碾传和野生黄河鲤鱼 鲤鱼片片 改刀切丁 放入八成热的油锅中 炸至金黄 锅中留底油 大蒜炒香 加入碾传快速翻炒 独特的小麦香味扑鼻而来 加调料 放入提前炸好的鱼丁 一碗香喷喷的碾传炒鱼丁 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麻糖 对于几元人来讲 不仅是一道简单的面食 它是重大节日 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 如果麻糖和鲤鱼放在一起 将会产生怎样的舌尖体验呢 交织麻糖鱼块 鲤鱼改刀切块 放入八成热的油锅中 炸至定型 麻糖切长条 下锅油炸 快速捞出 锅中留底油 放焦糖汁 水 白醋 大火烘汁 加入鱼块翻炒 炒好的鱼块和麻糖摆盘 淋上焦糖汁 鱼块与麻糖 外焦里嫩 口感极佳 土磨鱼丁 不翻鱼块 碾传炒鱼丁 焦织麻糖鱼块等等 一道道特色美食不停地呈现出来 食客们品尝着一道道美食 从下块到入口 每一口都充满了神奇的味蕾体验 点个赞 点个赞 原不翻的味道里面有黄河鲤鱼的味道 所以味道特别棒 棒极了 这个鱼块 外焦里嫩 这个形容怎么形容呢 就是太完美了 点个赞 它主要图出的三种口味 就是咸 鲜 辣 这三种口味 层次比较分明 身为名厨世家传人的尹东 此刻终于送了一口气 这桌特色鱼宴或许不够完美 但是这其中却包含着 它对家乡的那份浓浓的爱 我是一名 几元本土的一名厨师 我感觉到 几元这种地标型的食材 能融入到这个美食当中 成为几元特色美食的一部分 让更多的外地人尝到几元味道 闻着真香啊 这个黄河鲤鱼 黄河三尺里 本在梦京居 点鹅不成龙 归来半繁鱼 说的就是咱们这条黄河大鲤鱼 好鱼 好吃吧 好吃 我觉得文涛就把你这个 吃货有文化的特点 展现得淋漓尽致 太香啊 我跟你说 这个黄河大鲤 其实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而且古人有一句说法叫 有艳必有鲤 而且说这个鲤鱼 在种鱼当中 它的地位是最高的 所以说它有那个鲤鱼 夜龙版的说法 这个鲤鱼自古就是 吉祥的象征 对啊 我现在就想 让亮姐一个人主持 我说一个人在这 安静地吃就好了 真的太好吃了 绝了 今天吃完鲤鱼 我再带你去尝一个 你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怎么样 哇哦 好啊 嗯 这个很中口味哦 哇哦 鲤山县花园沟村 清水圆山居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总有不少游客带着家人 来这品尝美食 而以残为食材的系列美食 十分受食客们的欢迎 不多 因为大部分饭店 没有这种钱 这我看本地就超超 高胆的高兴的 2018年 在外创业的鲤山人梁群 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 到这里投资兴建 高道民宿 就说这个河南人练家 为家乡能做点事 我感到很显微 但在项目启动之初 梁群就得到了朋友们 善意的劝谐 他说你这个地方 只能维持现状 搞简单的 这个这个农家 等于说是农家简单 只能说是 不能高高这些大的投资 但梁群并没有打退堂股 他的老家距离花园沟村 只有七公里左右的距离 梁群深知 花园沟村的基础设施 比较落后 并不是最适宜投资的区域 但他相信 家乡的这片土地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为了能够给花园沟 未来的发展滩滩 他开始更加积极地进行规划 项目启动后 仅第一期投资总额 就达到了500多万元 民宿落成后 为了给游客提供 微样的饮食体验 经过深思熟语 他决定以餐为食材 研发特色菜品 大餐 我们叫散散这个地方 特别团乘香这个地方 等于说是 它是阳残基地 有一种言语 叫这个 进入团乘散 两眼四下馆 高处是残破 低处是稻田 残蛹 富含蛋白质 氨基酸 和人体所必须的 其他多种微量元素 它们对于维持人体 正常的生理机能 极为重要 炸残蛹 需要经历两次油炸的过程 残蛹过温油 炸熟之后快速捞出 然后放入热油中 炸至焦黄 如果残蛹的原汁原味 你不太喜欢 那么一道鹅汤 或许可以满足你的味蕾 残蛹是残蛹 蜕变后的产物 用残蛹做汤 也是两群最中意的一道菜 好多都冲着我们这鹅汤 木耳切丝 姜片和葱花在高油温下 激发出香味 残蛹放入清水炖煮 加入各种调料之后 只需要时间等待 就能得到一份热气腾腾的鹅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残入手 打造好民宿和餐饮品牌 在梁群看来 这正是能够让游客 记得住花园沟村的点睛之笔 此外 梁群还定期收购 当地百姓种植的军菇 和养殖的野猪 土鸡等特色农产品 带动农民增收 鲁山县的这个小山村 人气特别的旺 一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朋友 带上亲朋好友 到那儿去度假品尝美食 主要就是冲着那个残去的 这个残是真的好吃 特别的鲜香 而且富含营养是高蛋白食物 如果这个你吃过的话 接下来我就得给你推荐一个 你没有吃过的 姐 我这一米八多大个 你以为我怎么长呢 我就是吃出来的 没吃过的 真的不太多 这个我保证你没有吃过 你看你先来猜一猜 如果猜不到的话 我还有惩罚 他打过来吧 是冲蹄 好 首先呢 它是一种动物 动物啊 逮猛可爱 身姿优雅 四肢修长 你吗 我们谅解没站出来 你们脑补一下 我们谅解 多修长的四肢 你接着往后听 好好好 眼睛又大又圆 这更是你了 你看看谅解的眼睛 呼咙咙咙的 还得接着往后听 人家是有功能的 有要用价值 这就是形似谅解 但又不是谅解 是个全的内容谅解 有要用价值 有要用价值的谅解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 长得跟我很像 但是又比我多了 要用价值 会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呢 来 请看短片 看到梅花鹿 你或许就会被它 又大又圆的眼睛 和修长的四肢吸引 对于耗食者来说 比起梅花鹿的外形 鹿肉的营养价值 才是它们关注的重点 有筋道 筋道还很辣 跟别的肉味不一样 肉质特别软嫩 挺好吃的 辣得真好 梅花鹿 中国传统药用经济动物之一 鹿肉高蛋白 低脂肪 易消化等特点 正符合现代人 所追求的健康饮食理念 出生于东北养鹿世家的 刘立明 同样是驯鹿高手 两年前 刘立明将梅花鹿的新家 选持在多山地的鲁山 这些树啊草啊 树叶它都吃 主要以草食性为主 三斤 三斤 开饭了 开饭了 和和和和和和 刘立明选择在山上进行散养 在他看来 散养梅花鹿不但体质好 不易生病 而且鹿肉 鹿绒等 也更具营养价值 每年临近十月 就到了母鹿发情的季节 本来就易怒的公鹿 脾气性子 在这个时候扁得暴躁 常常因为打斗而受伤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在监控 和到实际院守里面 看一下鹿的情况 这个季节是马上到了发情期了 然后最容易出现那些公鹿打斗 梅花鹿警惕性极高 如果不是从小被人喂养长大 很难跟人亲近 有个鹿昨天顶驾 然后受伤 有点缺 打两只硝烟针 刘立明要想客串家庭医生的角色 给受伤的梅花鹿打硝烟针 必须在不靠近鹿群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实现 打动了 刘立明在一年当中多半时间都在鲁山的路场里 很少回家 1800多公里 火车是27个小时 何以解忧 唯有鹿肉 虽然远离东北老家 但是对于洋鹿人来说 没有一道鹿菜 解决不了的思乡之情 如果确实没有解决 那就两道 炒鹿肉 要选用鹿腿上的腱子肉 除去多余的脂肪 切成薄片 滴入蚝油 混入蛋液 搅拌均匀 葱姜蒜入锅 激发出蒜香后 放入辣椒点缀 最后翻炒鹿肉 色味俱佳 酱鹿排最重要的步骤 是对香料的选择上 刘利明常用的是 八角 花椒 桂皮 茴香和陈皮等五味香料 大块鹿排顺着纹理 切成数块 然后放入热水中煮熟 最后放入熬制好的汤底中 充分与香料融合 但这过程比较漫长 至少需要几个小时 又找到手艺不来 时值中秋 路程留守的几个同事 忙完工作后聚在一起 吃着鹿肉 喝着小酒 或许能让刘利明 暂时忘却 东北老家到河南的距离 文桃 怎么样 我今天给你介绍的 可都是我们河南的美食 而且在河南美食界 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太赞了 姐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 大家对于我们河南美食 都一定会有了一个 更加深入的了解 有机会好好地来感受一把 其实关于河南美食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咱们下期接着聊 好 我们本期的节目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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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